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有一群来自于中国的有爱信用理想的团队 在联合国特别举办了一场捐赠晚宴 用来致力于艾滋病的治疗与研发 这就是由张荣轩教授带队的 九福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一行人 据悉 九福来成立于2011年 是即芦荟有机种植 芦荟原料加工 芦荟原料生物提取 芦荟抗艾滋病药物 抗肿瘤药物研发 以及再生资源开发利用 抗肿瘤药物研发等 芦荟大健康产业为核心的 综合型高科技企业 九福来它是一个专门从事生物的公司 而且我们的特长 主要是集中在艾滋病的防治技术上面 因为我们做生物这块 做了有18年的历史 它的主要原料是库拉索芦荟 因为在中国做芦荟是我们第一个把它从美国引种到了中国 所以中国今天才有这个品种 而我们很擅长的就是从芦荟当中提取它的多糖类的一些成分 我们把它运用于肿瘤和艾滋病 就是免疫性疾病的防治上面 目前是在免疫性疾病 尤其是在艾滋病这上面有比较好的一个突破 据悉本次活动除了向艾滋病防治机构捐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为成立九福来健康基金会 更加长久合理的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以及相关健康领域的投资捐赠与发展 那么我们这次来你也看到我们主要是要成立九福来健康基金会 那么这个健康基金会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那么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在这个地方来成立呢 因为全球艾滋病最集中的地方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非洲 而我们在美国可以这个健康基金会成立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美国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一些科技的方面可以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基金会向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些慈善的援助 那么在这个方面时间我们在两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好比说今年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2017年的上半年 我们已经给非洲的坦桑尼亚我们给它捐赠了530万美金的药品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在坦桑尼亚 尼日利亚南非这些国家我们还要再做一些捐赠 未来九福来生物科技会深耕技术研发 同时加以资金上的支持 在艾滋病的防治领域成为一只领头羊 将爱心散布全球各地 那么全球呢大概据我们所知呢应该是在5500万到6000万的 艾滋病的患者 那么联合国提出了2030呢要遏制住艾滋病的这种蔓延 那么它实际上它是需要有一个除了经济上的支撑以外 它是需要有一个技术上的支撑 而我们呢实际上呢 现在呢就是就是在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支撑 同时呢我们在经济上我们也率先的迈出一步 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所以未来呢我们将会以九福来健康基金会呢 作为一个平台 那么不但要把天下有爱心的这些有慈善之举的人士啊 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带头 在这个基金会呢做一些捐赠 那么使更多的艾滋病患者能够从经济上 从技术上能够享用到未来科技带给他们的一些福利 本次捐款晚宴主办方还为道场观众精心准备了舞蹈表演 同时到会的大使馆领导以及联合国相关官员 还为张荣轩教授等一行人颁发了奖杯 以表彰其在艾滋病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 艾滋病一直是世界上难以攻克的难题 我们希望张荣轩教授能够带领他的九福来生物科技公司 继续大力发展科技与技术 为他们的理想在2030年终止艾滋病的蔓延而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